今年TVB又再度掀起了一股逃亡潮,离巢二。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9月,已经有超过10位艺人离巢。 其中,不乏一些资深老气骨演技出彩的配角演员。 同时据港媒爆料,还有多位艺人的合约将在年底到期,再坐等离巢重。 其中间是有一位一线大花弹在列。 效力TVB超过40年的老气骨长黄, 在前段时间突然被传媒报出约满离巢,外界都大感惊讶。 尽管最近这两年,秦皇的身体状况一度都令外界特别担心。 但他一直都不然退休,将演艺事业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不少网友都在感叹,秦皇的离巢,绝对是TVB的一大损失。 效力TVB超过30年的资深艺人蔣志光,同样也在今年约满离巢。 他演技征扎,正面角色和反派角色都能轻松驾遇, 最近播出的破毒强人成了他的离巢之作。 除了秦皇、蔣志光两位资深艺人之外, 大家属之的水汽混血型男王长卿, 最佳女配角获得者,御用颠婆赵希乐, 动力男神谭卫权,以及王精女儿王志咸等人。 几乎都是毫无预警的,在今年宣布离巢。 眼见高层大角中艺,不少当红艺人, 以及后历多年的资深陆业演员都拒绝续约,陆续离开。 近2023年前六个月,就有十位艺人有意向外发展, 个个都是萤幕上的常客。 1.邝美船 26岁的邝美船在2020年参加港姐入行, 获得友宜小姐称号的他火速签约TVB。 可即使有奖项加身,他也一直没有任何曝光度。 相较于蔡思辈,冯盈盈,郭柏言这些一出道, 就被捧为主角的港姐来说, 邝美船的资源接近于零, 只在钟艺姐妹途中客串了三宅。 如此不被从事,邝美船狠快就选择结婚, 今年已离开TVB。 2.蔡嘉欣 29岁的蔡嘉欣本来是一名网红KOL 2019年参选港姐时,被视为冠军大议, 但由于身上有明显自清闻新故子部不强。 加入TVB后原以为能得到力捧, 可惜他因言论太过大胆遭到顶赢努批, 之后便徘徊在钟艺节目中。 但相较于邝美船的零工作量, 蔡嘉欣的资源, 还是接连不断的。 早前他还在剧集中客串过配角, 可这样的工作强度和收入明显不成正比, 所以近日就有报道称蔡嘉欣正在疯狂院他邀约, 借等合约到期,便回归本行继续拍摄视频。 3.邓佩儀 拥有甜美笑容的邓佩儀, 2021年拍原台兴剧《幻命真相后》, 便回归校园专心学业。 两年来,他虽没有在幕前露脸, 但也不时在社交网上分享校园生活, 忍得不少网友期待他重回娱乐圈, 然而近日他却突然发表场文宣布自己顺利毕业, 并将留在加拿大发展。 这似乎意味着他决定告BTVB开启人生新旅程。 邓佩儀在文中表示, 他已成功获得UBC上德商学院的Battle of Commerce学位, 公返媒学校时, 曾因外界误解自己被雪藏而流泪, 但很开心自己无过了艰难时期, 现在的他变得十分坚强。 接着又想转了, 自己被名校录取的电邮截图, 澄清自己并非停工十个月才请假读书, 而是一组有了计划。 在加拿大长大的邓佩儀, 21岁那年,参加了国际华裔小姐选美, 一举夺冠后就签约TVB。 由于外形条件过关, 狠快他便得到进早点金胜手的机会, 并有行出现黄中站妹妹卓自然。 虽然气氛不小, 但毫无演出经历的他, 首次触电影并的效果并不理想, 不仅表现深厚, 台词说得也不够清晰, 扼平如潮下, 邓佩儀没能像中佳因那般备受力统。 由于没能一帆风顺的约升一线, 邓佩儀有一段时间, 经济十分结局, 不仅要租汤房住, 日常还被拍到购买小鸡和珍珠奶茶当午餐, 不过怀传著名声梦的他, 并没放弃打拼。 即使此后六年间, 星途平平的他, 辰转于铁马战车, 幕后玩家等剧担任配角, 也不过分计较利弊得失。 正是这份乐观, 邓佩儀漸漸斩路头角。 2019年, 以干年短发示人的他, 在铁探中办飾演不畏危险的臥底探员, 铒于人节讨气, 又有姜浩文对戏, 邓佩儀演技发挥超常, 受到外界一致称赞。 加上同年播出的金销大厦口碑爆棚, 他顺利入为了颁奖礼最佳女配角和非约进步女艺员两个提名。 逐渐受到TVB重用后, 邓佩儀也迎来了事业转折点, 那就是担任换命真相的女主。 原以为靠住这部穿越题材, 邓佩儀的地位能稳步上升, 谁知新剧感情气氛复杂超多层次, 手度担整的他, 儘管非常从事, 做足功课, 无奈能力不足, 压力很大。 接着便有知情人爆料称, 开机后, 邓佩儀经常演出生意, 不断NGA工作人员被连续加班, 也得全组怨声在道。 而与其有著大量对手气的谭俊燕, 也从一开始的鼓励提点, 转变为不耐嫌弃, 甚至向有人数辅导带邓佩儀入戏非常弃利, 而另一主角张永康, 则凡早到再片场发火。 一下子得罪两位之心前辈, 邓佩儀的演艺之路, 自然越走越窄。 所以2021年颁奖礼上, 谭俊燕凭换名真相荣声是帝, 但女主角邓佩儀, 却毫无存在感。 如此差别的对待, 可能让他瞬间明白, 娱乐圈之路不好走。 于是, 果断校访麦名师, 朱千雪重回校园。 如今回到家人身边, 更让邓佩儀明确发展方向。 留在加拿大从事白领行业, 或许也能闯出一片天。 4. 吴乐儀 2017年吴乐儀参选港者时, 备受触目, 可惜未能挺近三甲, 适拜雷庄儀。 虽然签约后, 他争得到TV比青睐, 辰转小制作女一, 并于大制作中担任配角, 可出身富裕的吴乐儀, 并不满足于此, 加上男友介意, 他于荧幕前上演亲密气氛。 于是日前他便在社交媒体上自爆适应, 此后不再从事幕前工作, 未来将投入全部精力到个人品牌上。 5. 黄志文 在TV比打拼16年的黄志文, 入行后参演了超过40部剧集, 演技备受肯定。 他不仅在2012年, 获得了飞跃进步女艺员, 还于2018年, 乘得升马商了时候。 然而在香港本土颁奖礼上, 他始终最佳女主角刹身而过, 先后拜级李佳心, 蔡思辉, 江美怡。 这样年龄占长的他心灰意冷, 有意向舞台剧界发展。 尽管TV比曾以掌项里有他留下, 黄志文也不为所动。 事后受访时, 更表示忙于舞台剧排练, 似乎默认离潮的传闻。 黄志文在接受传媒采访时就透露, 他和公司仍够有合约, 至于是否续约, 正在和公司讨论。 不过今年黄志文一整年都没有拍新剧, 上一部拍摄的剧集, 玩是在去年和马德中合作拍摄的 再见枕边人。 这部剧至今没有任何宣传, 播出也可以说遥遥无奇。 而早前TV被曝光的即将开拍的 几部大制作剧集, 也不见黄志文的名字。 所以外界都在猜测, 他大概率会追随好姐妹赵希乐的步伐, 坐等让满尼潮。 6.陈国锋 40岁的陈国锋, 在2010年参加歌唱节目《超级巨星》已出道, 多年来以主持节目为主, 参演剧集也都是反派居多。 去年播出的超能视者类, 他就释演奸恶克二代, 激醒了虐待刘泳船的戏码, 十分级症。 可惜效力13年的他, 总是不能担任主演。 为了养家糊口, 早前合约到期后, 陈国锋便离开了TVB 定延位数出场费赠, 都拳击擂台上。 7.张荣康 41岁的张荣康于2006年加入TVB 经历浮尘坑科后, 终于在2016年拿下飞跃进步南艺园。 遗憾的是此后他便再没高升一步, 一直徘徊在南二位置, 朱敏寒、周家乐等人超越, 有转折成一年合约的张荣康 便亦不打算逐月, 预计明年合约到期后就会离开。 目前他正拍摄的《易天奇案2》 周围最后一步传货。 8.泰神 现年47岁的泰神, 于本月初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离开TVB, 本位舞台剧演员的他于2013年加入无线, 参演过多部剧集并大多担任配角。 2021年,他在《智能爱人》中 飾演《智能保安1个》, 演技为妙为照。 因此获得最佳南配角的提名, 且入为最后五强。 但他对舞台剧的热情, 明显大过拍电视剧, 所以想要更多发展的泰神选择继续追梦。 9.谭伟权 54岁的谭伟权于1993年加入TVB, 在TVB担任过儿童节目 《闪电传真机的主持人》。 1997年合约到期后, 争选责爱厂, 直到2013年才再次回归。 此时外形不佳的他, 一直被定型为反派小人物, 正在热播的隐瞒里, 他就涉嫌不代用的跟班。 帮他做了不少违法事情, 最后虽然在陈展鹏的劝说下明哲保身, 但结局也不太好。 在舞台剧领域, 已经贵为主角的谭伟权, 曾被同伴是乐为何邀回TVB找罪受, 或许是当年的《悠悠》不得自打醒了他。 所以合约到期后, 他就决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蔣志光 61岁的蔣志光在TVB效力超过30年, 堪称电视台之深陆业演员之一。 他在2014年的《万千声费班奖典礼》 想获得了最佳南配角和专业演员大奖, 两项大奖。 最近有全文称蔣志光早在去年, 就已完成所有合约。 目前TVB官网也将他从艺人名单上删除, 坐实了老气骨离潮的消息。 而他在TVB的最后一部剧破毒强人, 即将在暑期播出。 其实, 了解TVB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最近这些年TVB一直都留不住人。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 但在外界看来, 还是有两个最为主要的关键因素。 第一, 是因为TVB的薪酬过低。 第二, 是因为公司内部山头文化成行, 不少演员苦无多年都没有上位的机会, 甚至还被定型, 最终只能深呼以滥的离潮发展。 众所周知, TVB的薪酬是出了名的低。 但是这些演员的工作时间并不短, 有时候为了个人公拍戏, 经常都是黑白颠倒, 一拍就事一整个晚上。 最后拿到手里的薪酬和付出的劳动不成正比, 想要留住人肯定不容易。 至于山头文化这件事, 似乎已经成为了TVB的一种特色。 很多艺人都因为站错队, 或者是说错话得罪了高层, 演艺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尽管曾志伟出任总经理之后, 试图消除这种文化, 但外界看来, 他的出现, 只不过又是一个山头的出现。 相信对于爱看TVB的小伙伴来说, 看得越来越多的熟面孔, 陆续离开TVB心中, 还是有很多遗憾和不捨的。 但换一个角度上, 他们选择离巢, 肯定是经过深思熟累后的结果。 最后, 祝福他们的事业, 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也期待在荧幕上, 看得他们更多的作品。 在荧幕上,